孙一珍首次分享怀孕营养餐 咸冰为他亲手制作手抓饭和韩式料理 孙一珍官宣怀孕之后就一直没有露面 上一次他在个人账号终于分享出一张代言的海报图 照片之中的他感觉胖了一点 还故意用手里的品牌包包遮住自己的小肚子 现在的准孕妈妈小肚子还不是很明显 正处于幸福的成长期 7月14日孙一珍首次在个人账号分享自己的第一轮月子餐 疑似是在家中老公玄冰和他亲手制作出来的 整个分享出来的月子餐感觉又营养又健康 孙一珍首次分享月子餐 玄冰制作手抓饭料理营养又健康 孙一珍发文 最近经常做的料理 第一次做的料理像样的时候 我很欣慰 所有擅长碰饪的人都很棒 但是这个时间时务的照片 对不起大家了 女生选择在深夜发出晚餐的料理 与手抓饭 估计这是当夜宵来吃的吧 不知道她朋友圈中的大家 看了之后会不会常哭呢 看着上面的料理真的做得超级用心 和顶级商店里面的几乎没有区别 另外还有利汤 韩式汤应该一定很好喝吧 孙一珍拍摄的照片正好是在灶台上煮的汤 里面应该是由菇类和肉一起煮的 属于韩式的特色菜 不用猜煮汤的是老公玄冰了 另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玄冰曾公开表示自己最爱做的就是汉堡 这是爱人孙一珍比较爱吃的 果不其然 这一次孙一珍分享出来的同样有汉堡 看来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汉堡同样出现在孙一珍的营养餐之中 还有比较可口的韩式拌菜系的 不知道孙一珍的粉丝 猜测出来上面是什么菜了吗 应该是属于海藻类的菜干吧 里面还有花生米 吃夜宵还有主持的鱼片 同样是感觉非常下饭的那种 不少网友表示 这些菜估计都是孙一珍最爱吃的 在怀孕期间的她一定会被玄冰喂胖的 吃这么多不用担心她消化不了 毕竟肚子里的还有一个小宝宝需要健康成长呢 幸福就好了 从结婚到怀孕 办完世纪婚礼 接着跟粉丝分发喜糖 目前玄冰和孙一珍的两家粉丝一起等待着迎接她们爱的结晶 期待着她们幸福宝宝能够快一点与大家见面 欢迎留言 这一对CP夫妻生下来的宝宝一定是最完美的基因心儿代宝 如果生的是男宝宝一定是集合玄冰的帅气与绅士 如果是女宝期待像孙仙一样漂亮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林韵儿演霸道护士 李忠硕演三流律师 各颜值组合演夫妻值得期待 颜值和实力都可以与生俱来 但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成就 不过有那些人的确是天生励志 在某些方面比较有天赋 反之也有人本身条件不好 却通过努力而变得优秀 比如我个人很喜欢的艺人李忠硕 李忠硕爆红之后也被质疑过整容 尤其是特别娇小的鼻孔 一度被认为是动了刀 不过好在李忠硕本身的演技很好 还特别会挑剧本 一度被观众所认可 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李忠硕退录之后即将开播的第一部剧 《黑话女师》 歌剧早在2022年6月29号就发布了预告 而开播日期集中在即将来到的7月29号 日子非常近了 相信观众们都非常期待 歌剧的导演吴庆焕指导的优秀作品也不少 比如 IU主演的热播剧 《德鲁娜酒店》就是出自他手 他和李忠硕也合作过很多次了 比如二硕和秀志主演的《当你沉睡时》也是他导演的 不仅导演名气不小 加索破风 编剧也大有来头 两个编剧张英哲和郑景顺一起合作过非常多次 从《公心族》《楚汉志》 《钱的化身》到《齐皇后》 《怪物》《浪克行》等作品 两人算得上是最佳搭档了 不仅导演和编剧优秀 男女主角扮演者也是颜值演技极其在线的存在 男主扮演者李忠硕 虽然最初是以模特儿出身出道 对是因为高挑俊秀的外形和异常自然的演技被观众喜欢 在《秘密花园》中扮演了音乐人肖恩一绝获得关注 我个人知道他是因为听见你的声音 他和李宝英演的姐弟恋实在是又虐又好歌 修夏成为我个人知道李忠硕的第一个角色 他也凭借该角色获得了百想最佳男主题名 后来名气也是越来越大 不仅参演了宋康浩主演的电影《观像》 还和朴宝英主演了电影《热血青春》 电影电视剧都有势烈 一厢人再次戳中观众的心 和朴信慧主演的匹诺曹再次爆红 那几年他的人气是真的高 获得了百想最佳人气男演员 不过相对来说 我个人更喜欢他和韩孝珠主演的《W两个世界》 把当时的穿越体裁创新到了极致 二说一直以来留给观众的印象 大多是绅士可怜 让人想要心疼的少年 可当他在VIP中演了个 有权有势的超级坏蛋时 观众看到他身上的潜力 原来他还有这么一面 妥妥的斯文败类 后来和裴秀之主演《当你沉睡时》 以及李奈应主演的 《浪漫是一色富康》两部剧 又回归惹人爱的贵公子温暖男孩 在《黑话律师》中 他演的是一个胜诉率很低 却非常自大狂妄的三流律师 但是某天醒来却发现 自己被卷入到一场杀人射箭中 一夜之间 他从万人景仰的大律师 变成了旷世天才诈骗犯 为了活着和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不得不揭露权贵的巨大阴谋 但自身也变得劣迹斑斑 这个角色一开始的设定 其实和《听见你的声音》里的 李宝英演的张慧星比较相似 但后来的《黑话》又有几分VIP的感觉 让这个角色一正一邪 一下子丰满起来 对二硕挑剧本的眼光 观众一直都挺认可的 毕竟他主演的剧很少有烂调的 剧情和质量上比较有保障 不过 二叔主演的角色绅士大多可怜 比如还同时曾亲眼目睹 父亲被杀而拥有对视 便能读懂其心声超能力的修下 以及家人遇害 却被诬陷成凶手的奥运冠军江哲 父母哥哥蒙冤而逝的崔达布 亲眼目睹父亲在自己面前被枪决 亲眼看到自己所爱之人 从自己手中相消愈远地嫖寻等 所以在《黑话律师》中 观众也不免担心 是否角色的家庭也不太幸福 甚至是很凄惨 虽然角色设定比较惨 但和他搭戏的大多是一等一的美女 比如李宝英 朴信慧 裴秀志等 可以说非常的养眼 而在《黑话律师》中 和李中硕搭戏的 则是出了名的大美人林允儿 林允儿作为少女时代的成员 以偶像爱豆身份出道 转行演戏之后 却获得了不少的演技大奖 成为爱豆演技里的佼佼者 主演的作品评分和口碑都很不错 当然了 唯独和林更新主演的 武神赵子龙却翻了车 演技也是备受质疑 何虽如此 林允儿在爱豆里的演技 依旧还算是不错的 加上天生励志的高颜值 依旧是备受宠爱和关注 这次在《黑话律师》中 她演的是能力很强 却有些霸的 出口成脏的女护士 和二说演的是夫妻 在得知丈夫被诬陷 成为诈骗犯之后 不仅不离不弃 还努力地帮丈夫洗刷罪名 对于二人的合作 观众都直呼神仙阵容 颜值都很高 俊男靓女 演技也都很不错 所以总体来说 观众还是非常期待这部剧的 基本上是属于未播先红 而且该剧只有十多天就要开播了 真的好期待二说的表现 希望又是一部佳作 期待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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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表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